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早晨 来到8月8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始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还有唐明资本董事曾契帮Rez 为大家分析市榜解答投资问题 Jocelyn Reyes 早晨 您好 昨天日本央行官员派定心院之后 美股星期三是先升后跌的 科技股反弹短暂 幸知其多跌至158点 稍后也会问Rez 如何看市场的情况 究竟恐慌完美 大家有什么股票疑难 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点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日本央行副行长内田真一淡化奸息预期 甚至刺激半日美股气氛 道指高开之后曾升480点 标指曾升1.7% 纳指也曾升2% 俗称控方指数的VIX一度回落2成 但之后曾回升7% 地缘危机升温 乌克兰反攻俄罗斯境内 以及伊朗威胁反击以色列 都打击市场脱弱信心 道指五市转跌并且以最低位收市 收市倒跌234点 报38763点 标指跌0.8% 报5199点 纳指跌1% 收报16195点 欧洲股市升超过1% 美国10年期债息上升大约10点指 美股指数都曾升103.3水平 日元最多跌超过2% 金价先升厚跌 油价升超过2%至3% 焦点美股 苹果升1.2% 是升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 Google和Amazon升0.4%至0.5% 美元一度升超过2% 收市轻微倒跌 Tesla跌超过4% NVIDIA曾经大升超过4% 但收市倒跌5% 再失手100美元 业势差过预期的超微电脑急跌2成 Airbnb警告 美国旅游需求放缓 股价急跌1成3 迪士尼业务表现3次 股价跌4% 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网易美股比起港股 升超过1% 阿里和腾讯跌0.8%至0.9% 腾讯至算布360.03元 京东和美团跌1% 百度比本港收市跌1.6% 汇丰控股ADR 折算布63.61元 给本港收市价升0.9% 而港加索跌0.8% 友邦和建行跌1% 看看今早做外围市况 看看美股期货 还未跌完 道指期货跌8点左右 至于亚太区股市方面 普遍都要向下 日本股市跌2%左右 日经平均指数34,396点 跌692点 南韩股市跌1% 澳洲市跌0.5%左右 至于新西兰股市跌0.8%左右 接下来和Rex谈谈外围市况 昨天大家好像 亚太区股市 回稳了两天 昨晚美股一开始也继续打 但之后也无以为计 但市场最关注的是 昨天日本央行副行长表态 在市场不稳定的时候 不会加息 言论发表后 日元会价随即转弱了 如果看近日市场暴跌 市场归咎于 美国经济衰退 忧虑升温 日本央行加息 和言论都偏樱 所以就引发了 土色交易平仓 你自己怎么看 现在日央行 好像转为一些 温和一点的言论 对于日元拆仓潮 帮助大不大呢? 我觉得通常央行做事 就分几个阶段 一开始最低成本 就是先出口述 因为说完之后 看能不能换和 如果换和了 就什么都不用做 就这样说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解决了 如果不行的时候 就是说可能 回稳了一会儿 然后再偏强日元 就是又拆仓 通常就要再做多些事情 例如可能真的 最后最后的关头 才会是做一些操作 就是可能买回日元 或者最后才干预 所以其实会有几个步骤 就是由先从轻到重 我自己会觉得就是说 暂时这个言论 暂时好像看到是 暂时暂时暂时 就是叫做稳定了 其实原本 为什么会有这个拆仓潮 就是因为大家过于擠涌 在某一些仓位上 例如可能 他们叫做 刮了很多日元 是 然后跟着就变回美金 然后就去买美股 然后买回同一只 就是NVIDIA 然后至于NVIDIA 一穿位 那跟着 然后全部人都要指示 然后就回回所有东西 那么 变了就其实 由美股那边 就可以触发到回市 然后一环扣一环 那么 有几个位置可以 令到市场放心 一来就是要美股定回 就是你看到 譬如NVIDIA 或者那些七雄 那些如果想回来 其实就是市场 所有东西都会定回 所以现在变了就是 源头就是 美股究竟可不可以定回 那么 其实你过这两天 你看到就是 Wall 或者叫做VRX 曾经最高的那些位 就是说前晚 是的 跌很多那时 就是说NVIDIA 92元那时 应该是最恐慌 那现在叫做收回小 那你看到就 开始有个迹象 开始改变的 所以我暂时来说 叫做第一波 叫做完结了先 至于有没有第二波 再看 那就是你说 第一波 起码可以帮助 就是真的 顶心愿是有少少少用的 那就是 市场 都要看完市场 会不会想和央行 玩一下 就是 就是 可能又嚇一嚇你 不是要逼你真的有什么动作 那就不知道了 那就是 但是今次想美股 昨晚的反应又 好像 一旦又没有了 那究竟是 在担忧些什么呢 那还有 会不会大家都怕 究竟是反弹 相对短暂 还是怎样呢 会不会再有一个大跌的风险呢 嗯 其实我想美股 你两个看吧 就是先看 道指 然后再看 纳指 其实道指那边 就叫做 好一点的 就是你说 跌完下来 也有 就是再升上去 也有三万九千几 是的 其实你说是否很差呢 道指我觉得还不是 如果你说看图 其实都是在一些 区间 就是叫做一些 上升轨 或者是长远的上升轨 其实鬼怀行区都没有穿的 那 纳指就可能差一点 是的 纳指就差一点 但是 你说整个形态都未至于说很差 是的 那 反而 你说 其他 股市 说的日股那些就真的很差 就是你说的 最低差不多见过三万点那些 由四万去三万 那支阴族也很大 那日股那边就可能担心一点 那所以变了就 是的 画面中也看到了 那你看到 现在其实是出了口数之后就反弹 应该在補下跌裂口 那至于補完之后 会不会再穿底呢 那我自己就觉得 暂时 我觉得应该未必住 可能这个是一个针来的 是的 那至于你说上不上升 反而破墊 我觉得应该未那么容易 那我觉得会进入一个 阶段先 那就是之前未走货的 现在夹住了 可能弹上来又会沽 接着下面想 之前没有捞到底 下回来的时候 又会想捞 那我想应该会经历几次上下 接着走一个阶段 然后最后慢慢 那些业绩又再出回 大家重复回 正常化回 那些东西就再走回 那所以我觉得 这段期间 最大窩 最悲观的时候 可能有机会 会做到一些短线的交易 是的 那还要选择一些好的个股 是 但是如果你说日股 美股 有没有现在的操作 建议 就是可能一件 例如日股 那你说还要看一下 那或者一件反弹 就是反手做淡的时候 还是怎么样 那美股又是相对看好一点 还是就是 拿货时机到尾 大家都是最近这些疑问 都是这样的 你自己有一个操作建议 嗯 有的 那其实看看哪一只个股 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个股 都曾经穿过位 也都量度了跌幅 就是已经到了那些目标价 比如NVIDIA 可能大家最关心 那 range大概就是110元那些位置 然后上面就是140 那么跌下来 量度跌幅 电脑就计算92元 嗯 那是92.03 如果准确点来计 那你会发觉就是 叫做8月5日那一晚 那 最低就是开市的位置 或者曾经见过就是 就是那支阴烛的底部 就是92元的 92点几 那很快就缩上来 那其实譬如这些股份 其实就叫做 那个 range呢 就叫做 就是复达了 就是复达了跌幅 那所以如果你说真的买货的时候 可能那一晚就最好 那其实我在其他节目也有说过 92元的 刚刚就是星期一 早上有另外一个节目 是的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着 那就是开市一下 那时候你还记得我出一个建议 就是说 你这些位置很快的 那你最好用这些命令 就是放在那里等 有没有 bio 那你再说 你怎能放在那里头 有就可以了 年轻人的人 就是